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台湾拍婚纱照 佳纳梦想中的婚纱照是怎样的 就是中国装 因为我看像大家喜欢拍白色的衣服 我就觉得很无聊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大家穿一样的衣服 我觉得如果我穿中国装会很特别 而且我给妈妈看还是给我的乌克兰朋友看 大家会哇不开心 我们总观拍了五套 我们第一套是蓝色的衣服 是不想选的 来现在到了婚纱基地 我们到了苗里 辛苦了 车上刚才画的全部在车上碎死 所以头发都塌掉了 真的一直在睡觉 先给她们看到我们的第二套 第一套 第一套 第一套看起来像 Elsa 因为我们第一次去业会的时候 我们去看那个Elsa的卡托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 好像我们第一次去业会 所以我们白脸要有蓝色的衣服 我搭配的话呢就是 你们以为我会搭蓝色吗 No 我们要搭粉红色 这样子才有一个反差 你看 超漂亮 哦 突然变成 公主 你是一个公主 这个像阿玛 阿玛 哦 是阿玛 这个像 你知道我们的 国家的画 他们也会用这样的画 是好看的吗 对好看的好看的 这小的 这个漂亮 哎呦 左手喜欢用头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 我觉得这个更好 这个好像也不错 好 这个这个贴笔 做些 啊 这个是三个 哦 三个一起 嗯 所以老师喜欢这张什么 三个 哎 四年有两个 最后决定 三个 对 今天的这个 道具造型有两个 一个是求救 一个是 领巾 就是加纳不喜欢领巾 对我刚才想说 我不喜欢领巾 这个好像那个 你知道 那个阿光奇的 不可怕 还是可以试试看 这套跟我求婚那套很像 对啊 很像 差不多一眼 因为原本是加纳 强迫我一定要穿粉红色 那我是粉红色 如果他也是粉红色 我们就觉得太粉 所以变成说 我们摆过来 当我粉红的时候 他就是蓝色 因为蓝色跟粉红色 刚好是代表男生跟女生 但是后来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最古老的时候 粉红色代表的是男生 真的吗 最古老其实是这样子 后来 不知道是什么商业策略 才把粉红色 放到女生身上 男生就反而是蓝色 直到近代 那个迪士尼 为了要反过来 让这个男女平权 所以才会把 你注意看 很多公主 身上穿的都是蓝色 比如说茉莉公主 所以加纳这一套蓝色 我觉得很像茉莉公主 茉莉你帮我刷一下裙子 好就这样回头看你的裙子就好了 够一二三 Go OK 很好很好 然后我们第二套衣服 是粉红色的 超粉红色的 本来我们要拍另外一个粉红的衣服 但是那一天 我们拍照的时候 他们说他们刚好做完了 他们新的 而且那个衣服没有人穿过 是我第一个人穿 那边也带过来给我擦 只是那个衣服超级重 我就很辛苦 最重的就是那种粉红色的 对对对 但后来不管怎么搭配 不管加纳是粉红还是粉蓝 感觉都很像芭比尔 你说你这样子有一点 这样子往前一点的感觉 要靠近它的感觉 一二三 来帮我把花拿中间 好 这样子就好了 好 好 来 谢谢 美美的 一百分 一二三 下一套是白色的 你的白纱有两套 一套是人鱼装的 然后另外一套是像天鹅 它是一层一层像鱼绒 那套鹅装呢 我觉得你在坐下来的时候 铺下去地上就看 现在就穿白色的 你看这个超级大 而且超重 完全不知道怎么走路 我以为这个是在摄影团也要拍的 不是在外面 因为等一下我们是拍那个白色教堂 对 对 还是要一个比较那个 比较 经典 有人骂一下 哈哈哈哈 现在是那个灰姑娘要穿玻璃鞋 看如果那个尺寸对的你要比较 为什么你抢我的玻璃鞋 哈哈哈哈 加个几桌 哈哈哈哈 没有我的玻璃鞋了 哈哈哈哈 你看是不是对的 看下是不是 对的他就要嫁给我 哈哈 对的他就要嫁给我 对的要塞进去 哈哈哈哈 这样子可以了 那边 那边进去 好 好 好 可以 我们再下多一点 下开 可以 好 手再折 回来一点 好 肩膀推 好 OK 我们现在在 J2 KLUS 天空早上有超多黑的衣服 为什么牛选结婚的时候也要穿黑的衣服 这大部分是在拍照的时候会去穿到黑色的脸 那我们也想新娘展现一些比较有个性的服务 因为我的感觉好像劳工丝了 他们在 他们在 他们在乌克兰会觉得黑色是劳工丝 对 这个是 这个就是一个文化差异 对 而且我发现好像黑色系的 满多新人 很流行 现在 对啊 我们之前看到的超多人 嗯 但我们之前也行 你们那个 J2 Plus 大概是成立了几年 我们成立了15年 J2跟J2 Plus有什么不一样 原本是J2 那其实从去年10月份我们来台北开的 Plus 就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定制礼服 所以我们可以帮新娘员工 礼服的话给您介绍一下 像有些新娘会喜欢比较粉色系或是层次的东西 或者是那种合身鱼尾穿起来就很甜 像他这边有些轻温沙他也是可以拍照去吧 这边是我们第二间的更衣室 那其实在你们刚刚换衣服的时候是我们的奶茶房 因为我们每间更衣室都是独立式的包厢 所以其实你们现在换衣服的过程中会觉得有一个安全感 Lavka跑去哪里了 Lavka跑去哪里了 Lavka 哦 他要躲在这边了 哦 还在见你 还好Lavka 哦 Lavka Lavka是一个乖的小孩 找到一个角落 他喜欢的角落 左边 好 对 OK 1 2 3 进去 看这里哦 好 好 我到左边一点 好 OK 那看到吗 拍下戒指哦 在哪可以看我一张 哦 好 谢谢 上网子 谢谢哦 两套白鲨你比较喜欢哪一套 我比较喜欢像鱼 这样子 鱼的 因为那个看到你的腰线很漂亮 而且它们要那么重 我觉得越简单越好 我不喜欢就是很夸张的 那我搭配的话 就是一个有层次的深色 里面是黑色 然后我的领带是棕色 外面是一个很深很深的绿色 所以这样子搭配起来 就是比较有层次一点 那这一套最特别的是 我们有戴上我们的Lavka 所以我都蛮想把我们的猫咪 跟我们一起拍 然后我的超可爱的 在照片里面超级可爱 对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全家户 而且是一家四口 还有里面还有一个 对 所以我们这个是一家四口 第一次拍韩沙照 以后呢 等肚子里面的小朋友出来呢 我希望每年都可以拍韩沙照 那最特别最特别 我还觉得还是这个中国的这一套 我们当然中式其实有很多 就是这一套我们挑选的是 比较是昂朝明朝的这种感觉 就是很多台湾人看到 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要拍韩国的衣服 韩国 对 他们根本分不出来 因为那一天我们拍中国装的时候 只有我们一个人拍上那个 中国装 但是我没想到 他的头衫很重 他们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 对对对 那一套的整个装是最花最长时间 对 真的很重很重 我完全没办法移动我的脸 然后他说要走路 我说我不要 我们这边有准备很多东西 因为我要拍中国的style 所以他们问我要不要有这样的中国的鞋子 我说要要要 还有很多可爱的东西 二 三 一 二 三 好 OK 一 二 为什么你会有一个梦想想要穿中式的 因为我小时候看很多中国的卡通 他说他们看一个叫那个Jackie Chan 就是成龙的卡通 成龙有卡通吗 好像没有在这边播 好像是在那边播 哇 好特別 但是我自己穿这个衣服超透的 我的头现在会暖掉 快炸掉了 这个超紧熟的 五人真的很不容易 这个衣服拍不简单 我觉得这张就够了 大家可以留言看你们喜不喜欢 Jackie Chan 我们的妆跟造型 Cassie是我们这次的妆法总监 我们的加纳的妆跟造型有什么特点 因为加纳的鼻子很挺 然后眼睛很纯粹 所以我反而就是运用反向思考的道理 脸的修容的地方 我把它打亮 哎呦 就把鼻子弄塌一点 对 没错 然后她的脸太小 就把它放大一点 呃 可以这么说 所以她的鼻嘴巴的部分 都是用粉粉嫩嫩的颜色 然后搭配她的发型 就会很像芭比娃娃的功能 被你说芭比娃娃什么感觉 呃 没有感觉 我很累不知道 哈哈哈哈 脑袋空白 我觉得一杯子一次就够了 哈哈 拍起来很累是不是 很累 我真的那么一身到会超累的 这次也要谢谢我们的摄影总监 可可 不要这么说 这次的拍摄有什么特点 呃 因为这一次的话 你们传给我的照片 刚好都是比较偏美 是比较随性的 很感觉 对 那刚好也是我自己 比较拿手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可以换一分 拍摄过程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 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 然后我总缘有缘的 对 就是 那样的左右部分 然后那时候中文我会忘记 左右上下的部分 然后这次我们还带了我们的儿子 拉布卡 你对拍摄拉布卡有什么想法 拉布卡的头好 很乖吗 很乖 而且他是一只非常 就是很亲近的 让人容易亲近的猫 听说你对毛过敏 我也对我也过敏 我就跟你顾上一点 恩 谢谢谢谢 谢谢 我们说你要先要拍摄 拍摄 接下来可能还要拍那个怀孕的 那个 那咱就来 就对你们来找我 哎呦 有录下来就不能反悟 不会不会 有问题的 谢谢哥哥 谢谢哥哥 谢谢J2 Plus 这次非常支持我们的这个婚纱摄影 那这次最挑战的就是加纳 因为加纳现在是怀孕状态 所以拍摄过程当中一直有不舒服的情况 有不舒服 有脱力 你要吐息 在家 非常照顾我 都有睡在门 你要喝什么 你要吃什么 真的很好 不然我觉得没关系 真的 对 但是拍婚纱照的过程是很辛苦 但是我们期待那个成果 以后可以给我们的 小孩看 可以给我们的顺子看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大概拍了五套衣服 你们可以留言给我们知道 你比较喜欢哪一套 加纳穿上哪一套比较漂亮 都可以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 谢谢大家 爱你们亲你们的帮人 拜拜 下次见